装好之后呢 他会在桌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图案 请各位把他打开 然后他第一次会要求你去做认证 那认证的时候呢 麻烦各位要填教育处给你的 那个Google账号 教育处给你的Google账号 所以在右下角这个地方 或者是第一次他会出现那个注册的讯息 我们看一下 这个档案我有给你了 所以你不用担心 第一次安装是需要认证的 但是你软体装过之后 认证过之后 你就不会再需要认证的动作 这个认证的动作很简单 就是去搜你的电子邮件 然后里面有一个连结 点了之后 他就启动了 就启动了 那MyViewBall给那个教育处的部分 就是只要你的电子邮件是hlc.edu.tw的 他都已经帮你开到最大权限了 那所以请你一定要用这个方式去登录 那登录的时候呢 登录的时候呢 登录的时候呢 请你 登录的时候呢 请你点这个地方 Google 不要从这里登录 不要从这里登录 请你点Google这个地方 去登录你的教育处的电子邮件 Hlc.edu.tw 这个 登录好之后 他会有一个这样的浏览器的画面 那你就把它缩小就好了 好 然后同时你的那个MyViewBall 他就会 右下角这个人头的地方 他就会出现你的 预设的那个 教室的名称 这样子就是登录成功 这样就是登录成功 那请各位老师先登录一下 然后有任何的问题 请你 可以在那个讯息栏 或者是直接开My来说明 好 请老师先登录哦 那登录好的老师 安装好登录好的老师 请你在讯息列 讯息列上面输入一个1 好 输入一个1 让我知道一下 登录完之后呢 去搜信 然后去点你的信件里面 有一个连结 然后他就会 帮你认证通过 好 那你登录进来的时候啊 你的画面 应该会是长这样 长这样 那你的那个 底会是白色的 会是白色的 那因为我是有预先设定背景 所以我的背景 就会变不一样颜色 好 你怎么知道 你有没有登录 其实就是看一下 右下角 这一个人头 这里有一个账号 登录状态 你点了一下 就会发现 你这个是 这个英文名称 是你的教室的预定的名称 如果你觉得 这个名字不好记 那你可以到那个网页的设定 那边去改 待会我们再来说 好 那或者是你点左上角 这个地方 应该也会看到 这边有你的那个教室的英文名称 那如果你点 左上角这个地方 点一下 它会出现一个QR Code 那这个QR Code 是给学生在 加入课程用的 所以它可以用平板跟手机 去照这个QR Code 就可以跟你做互动 跟你这个课程做互动 所以待会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就会把它打开来练习 好 所以基本上 这是它软体的界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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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